YK 去到溜冰場怕很冷 想穿花衣服 看白之後不一定 例如未來四月十八到五月九 2009 Mega Ice 五人冰球賽 將邀請到世界六十隻勁女 來到香港比賽 包括你看到熱脫沸騰 而大會為了隆重歧視 不是早前就舉行開幕禮公佈比賽詳情 見到一群冰球小將 在開幕禮中施展全球技巧 其實就是寓意冰球運動團體精神的重要性 亦都是主辦單位支持比賽的主要原因 冰球賽是越來越受歡迎 加上這個運動其實小朋友和大人都可以適合 而且最主要這個運動除了訓練你的體能之外 都是很推廣一些團體精神 和一些很快速的反應 所以對於這個運動員來說 是培養了一個心智 是一個非常好的運動項目 而今屆賽事將會分為青少年和成年組 其中在5月5日至9日舉行的成年組比賽 就有30隊世界強隊參加 屆時本地勁女 香港老虎隊要為面 國際甲組冠軍就要更加努力 賽事總監方志祺先生表示 今年的比賽充滿特色 我身邊整副冰球套裝的 就是今次的賽事總監阿KEEP 阿KEEP其實想問你 今次賽事去到第二屆 有什麼特色呢 其實今年我們多了幾隊新隊 譬如有一隊在德國 多黃多女子隊 就會來參加我們的比賽 應該水平也挺高的 阿KEEP我知道 今次賽事的裁判都非常厲害 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其實今年我們有邀請了一個 的Refree在芬蘭 還有另外的球請都在加拿大 會有四個在加拿大 會過來幫他們手 首先他們一定的水平是不錯 其實還有我們覺得 其他隊參加我們這個比賽 的水平越來越高 我們希望找他們幫幫忙 也可能讓其他球隊 也會覺得公平一點 尤其是香港打的時候 找回不是香港的去做這個裁判 就比較好一點 也都覺得因為這方面 我們才吸引到很多不同的隊伍 來這個比賽 始終覺得會公平一點 好玩一點 冰頭其實實在適合一家大小玩的 我身邊更加找到兩兄弟 跟他做過訪問 哥哥就是朗豐 而弟弟就是喬豐 不如問哥哥吧 為什麼你喜歡玩冰頭 因為媽媽叫我玩流冰 然後他就問我玩花式還是冰球 然後我選了冰球 那為什麼弟弟又會玩冰球呢 因為我看到哥哥玩得很開心 所以我也想玩 那我知道呢 除了你玩之外 連你爸爸都被你搞到想 喜歡玩冰球 為什麼呢 因為他看到我玩都想玩 然後他就慢慢開始學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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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不如我們帶大家一齊去分享一下 今天來到喇沙小學 其實就是要出席一個名為 自我超越的講座 在講座中請來中國體操運動員 劉雪和李小鵬 去指導一班小小體操見像 還會和一班學生一起分享心路歷程 不知道他們覺得一班小建議的水準如何呢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優秀 今天我看到他們表演的時候 也覺得有一種驚喜的感覺 原來他們真的練得那麼好 很厲害 所以當我看到的時候 我就想他們應該科普訓練 肯定以後會有很好的成績 劉雪在國際體操場中環多年 欣賞著一班小小體操見像 表演的時候呢 也都令他回想自己當初 黑虎訓練的時刻 我剛剛跟小鵬坐在底下在看 哇他們很小欸 好像我們五歲或者七歲的時候 都在做些什麼 可能也是跟他們一同這樣訓練的 所以挺能知道他們的辛苦 然後也兩校人也跟我講 他們其實私底下有很多眼淚啊 覺得拉筋很苦啊 我覺得我們其實都有體會 因為我們都是從這樣過來的 所以看到他們的訓練就覺得 好像仿佛又回到我們想的時候的 那個訓練的狀態 其實在今次的活動上 為什麼學校方面會有請來 中國體操運動員樓船 和李小鵬的構思呢 我們聽一下校長怎麼說呢 今天的活動呢 其實真的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來的 不如說回呢 就是我們有一位家長呢 他是跟 我想跟李寧先生 或者國內有些聯繫 是他們作出安排的 那我聽到的時候呢 都當然是很著躍啦 立刻答應啦 那其實李寧先生呢 他本來是 他是來得的 但他有緊要事 所以沒有來到 今天都很開心 有兩位金牌選手 兩位體操金牌選手 李小鵬先生 和劉璇小姐 那他們來得真的很恰當啊 那為什麼呢 原來我們今年學校 有兩個關注事項的 希望我們學生能夠做得到 第一個是責任感 第二個是自我超越 那兩位運動員 今天有這麼大的成就 正正就是因為 他們有很清晰的個人目標 也都是不斷自我超越 不斷求進步 那真的呢 今年他來真的非常之好 好配合我們的主題 原來校長是想運用 兩位金牌運動員的心路歷程 去鼓勵一班學生 怎樣去自我超越 我們這一班 其實我想大家都是一樣 應該保持自己的那一份信心 把自己的每一份工作都做好 我覺得這樣 每個人把自己的那一份命 進出來 那麼這個社會都會很好的 我覺得每個人心中 都會要有一個夢想了 無論你的外在的環境是怎樣的 我覺得內心的這種力量要強大 才能讓自己能夠超越自己 其實像我現在的工作 其實也在超越自己 因為跟以前的運動員跟體操 其實完全不一樣 需要演戲啊唱歌啊主持啊 這些東西對我來講都是 退役之後都是一個陌生的環境 但是我需要給我自己有一個很強的力量 很強的目標 說我一定要做好 那麼我有這樣的目標以後 那麼我可能再克服努力 就是努力去克服困難的機會 會更大一點 香港球隊傑志和西甲競女巴塞龍奈 一起合辦的香港巴塞足球學校 已經成立接近一年了 在日前 傑志就在記者會裡面 帶一班傑出學員和大家見面 而這十四位足球小將年紀 只是介乎八至九歲 他們經過十個月的嚴格訓練 在戰術和技術層面上 都有明顯進步 我都不太想到我踢了多少年 還有我踢中堅和中競 記者會當日重點就是宣布 這班小朋友會在四月份 到巴塞龍奈集分三天 他們備戰在西班牙 托爾托薩斯舉行的青年錦標賽 而比賽總共有十五支球隊去各族 他們會分為四組作賽 至於香港巴塞足球學校 就編入四組 同組對手 包括清分一樣出色的羅馬 這班小朋友有機會去西班牙 擴闊視野 兼甲和世界各地球隊做技術交流 所以Kent對他們也有些期望 其實我希望他們去享受一個畢生難忘的經歷 可以去到露營 可以由巴塞的教練去教三天 每天聽六個小時的球 我想回到來一定有幫助 還有對著一些很好的球會出來的同齡小朋友 接受過巴塞式的訓練 相信那班小朋友都應該充滿自信接受挑戰 不知道隊長又想爭取到什麼成績 希望就拿到頭三名 小朋友踢得開心 其實他們爸爸媽媽背後的支持都挺重要的 但如果兒子又真的有潛質發展成為職業球員的話 作為家長又會怎樣看呢 其實以前沒想過他會做職業球員 因為太遠遠了 兒子很小 今年只有9歲 如果他真的有這個潛質 我都要去改造自己的思想 因為在香港 家長會實際學業緊要 如果真的有這個機會 我想 我最終都會叫自己支持 因為對香港的其他小朋友是一個鼓勵 我也會支持 最後希望這班小朋友可以踢出快樂足球 沙達馬拉蟲已經完成了一段時間 我今天來到沙達總行 要出席一個沙達馬拉蟲的活動 究竟有什麼事呢 我帶大家去看看 其實今天我來到沙達總行 是準備出席一個為本年度 渣打馬拉蟲比賽中 拿到最佳成績跑手的頒獎禮 在頒獎禮當日 大會就分別為全馬 半馬 和十公里賽時鐘 每個組別的 冠亞貴軍的本地跑手 頒發獎金 至於在全馬方面 就有特別獎禮計劃 獎禮一班在三小時以內 完成馬拉蟲比賽的男跑手 和在三小時半以內 完成馬拉蟲比賽的女跑手 他們分別獲獎金一千元 不如我們聽聽第二次跑馬拉蟲比賽 不如我們聽聽第二次跑馬拉蟲比賽 就以兩小時五十六分 完成比賽的陳家俊 Eric 看看他會怎樣運用這千元獎金 其實呢 這個獎金 我當是資助我去國外訓練 因為下個月 我就會去雲南昆明 做個高原訓練 為期一個月 那這千元就剛剛好 幫補了我 回答機票的錢 至於當日極壓軸 就是頒發最佳本地男女跑手獎 得獎的是賴學恩 和范穗平 他們也會獲頒發三萬元的活期存款 有了一個這麼好的獎勵 為他們日後的比賽 打下一支強心針 不如我們聽聽他們對將來有什麼大雞呢 只有目標才會進步 我也想問問我身邊的賴學恩 在未來 你希望自己的成績可以突破到什麼成績呢 突破就 其實每個人都想突破 第一個目標就是東亞運 如果是可以的 第二個目標就是 在2010年的阿運 好 那自己的Joujo呢 我想今年在馬拉松的時間 可以突破到兩個小時45分 看看能不能做得到 還有連美國東亞運動會 都很想可以達到標 所以現在主力也是做回速度的練習 幫自己可以對腳跑得快一點點 太好了 psi